是彩耳里面撕 嗯 嗯 快来吧 踩我吧 给他们安排了踩耳 等他们踩着踩着 我们就上去换你 我来踩 你给杨超越踩 哦 哦 哇整个人都软了 马叔叔 这感觉听得很专业的样子 哦 哦 哦 嗯 哎就从后脑 这一直麻到头顶啊 太爽了 哎呀这比火锅还麻呀 哦 哦 嗯 嗯 走吧 可以在这儿逛一下 哇你带了多少丝巾哦 几根咯你看 哦呦 装备齐全 然后还有帽子 然后还有墨镜 我不带 我真的不带 你不带妈妈带 帽子带嘛 像不像旅游的 像旅游的 像旅游的 你坐在这儿我给你拍 嗯好 这样 哦就是动作哈 嗯 开心就好 好了好了好了 你看一下满不满意啊 就是 该 可以啊 哪有问题 脖子该收一下是不是 嗯 对 但是可以很开心的 我们就在这等这一次来成都玩的朋友 怎么合理一切搭档的那个小陈 哦 陈竹璇啊 是这样子的 这个节目名额有限 你来了他就不能来了 好可惜啊 没有 我给你听一下语音 哈喽 迪哥 我这次因为个人行程的原因 没有办法来成功 个人行程 估计接商言了 然后听说这次是我们来请客 所以不能让嘉宾很容易就吃到东西 出题的时候记得要难一点 向迪妈打招呼问好哦 嗯 下次如果我有机会来成都的话 再找你们凑饭 好的 小陈 谢谢 这就是个 录音啊 他不是在给你打电话 对对对 这个节目本身叫朋友请吃饭嘛 每次我们到哪个城市之后呢 就要让那个城市的朋友请我们吃饭 所以可能你要掏钱带手机没有 这手机 手机 手机 会手机支付哈现在 会了 但是没有开流量 一会把流量打开 哈哈哈 我妈在外面是属于那种从来不开流量的 就只要我妈出门了以后联系不上 你到酒店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连人家的WiFi 猜对了 哈哈哈 好吧 那这次有哪些客人啊 对说一下看你认不认识 杨超越认识吗 小杨了 女团 女团 还有一个叫孟贺堂 小孟德云社 这一次就他们俩来成都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四川人的方式 好好招待一下他们 欢迎他们 不不不 就好好招待一下他们 好好招待 我在北京的时候 被他们德云社的人折磨惨了 迪哥 结账 给钱 结账 给钱 买一样单 哥哥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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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哥哥 哥去啊哥 迪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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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也好好招待一下他们 你到时候不要放水啊 他们如果说阿姨阿姨怎么的 你就只能装作不知道了 好 你对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成都不是人家都说是一个 幸福感很高的一个城市吗 然后有很多好吃的 然后很多红油火锅 然后人也很热情 看一看杨迪到底请我们吃什么 哈喽 有人安排了是吗 对 还挺周到的 来了 来了 好热呀 您好 您好 您是彩耳里面丝 嗯 嗯 嗯 快来吧 彩我吧 给他们安排了彩耳 等他们彩着彩着 我们就上去换 我来彩 你给杨超越彩 最后两个影像呢 你就是说在彩耳贴的时候 眼睛放松了 开始来看 哦 哦 哇整个人都软了 麻酥酥的 这感觉听得很专业的样子 哦 哦 哦 嗯 哎就从后脑去一直麻到头顶 哦 太爽了 哎呀这比火锅还麻呀 哦 还挺舒服的 哦 哦 哦 啊 哇 我感觉你给我挠痒了 你说迪哥除了给我们安排了彩耳 还安排了啥呀 我希望一天都是彩耳 太享受这个过程了 哎你知道迪哥我们俩还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 我们俩是同一天生日 啊 每年过生日我们都 互相私信祝福一下 那你们俩谁大呀 那你们俩谁大呀 当然他大了 你看长相也能看出来 他比你大多少 大好多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出道那会儿我还在上学 上中学 你是不是网络不太通 所以你就是过了好多年才看到他的那个视频 我上初中的时候看他的怎么会玩卡 我上初中也看他的呀 我上初中也看他呀 你怎么跟我一样呢 咱们俩同流嘛 你自己信吗 信啊 我快睡着了 不要闲着我 哦 我不乱 哈哈 啊 哎 哎 找我脸 哇 你怎么两边都有哦 你们还多叫了一个师傅过来 你是两个师傅给你踩吗 对 我右边有 左边也有 我怎么不下去了 我不敢掏 谁啊 我这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啊 杨迪哥 我说的怎么手法这么深处 我还说这边除脸 这边没除脸 这边怎么还除脸啊 阿姨好 参与 欢迎超越小梦到成都来玩 还是很舒服哈 很舒服 左边一直是两位老师掏的 最尴尬的就是右耳没被掏到 把右耳帮他们掏完吧 不然的话你们现在好难受 是感觉一只耳朵 对对对 通了 阿姨您坐 好 等你们掏完耳朵以后就可以开始我们成都的美食之旅了 今天是要请我们吃好吃的 已经给你们安排一顿非常好的 但具体吃不吃得到还是要看两位的本事了 啊 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被秦孝贤何久华他们整惨了 现在他们等你了 一天大概吃到九顿吧 那天 嗯 这节目没有什么什么见我一小时间的赞助 嘉宾自己买 哦自己买 您不得敬一下地主之仪吗 朋友请吃饭 嗯 你们俩是朋友 感谢 谢谢 谢谢杨迪哥 谢谢妈妈的盛情款待 这个耳采的我跟你说 通了哈 一下通了感觉 我看一下 从这头望得到那头 看得到吗 真的 我这样堵着点 要不然容易看到我没有脑子 从这边能看到 直接望通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欢迎你们到成都 谢谢迪哥 欢迎欢迎 今天吃开心哈 还是要留点肚子 嗯 四川人嘴巴是闲不下来的 不管是看什么玩什么的是 总有点小吃拼盘那种 对如果看电视嘛 前面都是摆摆一趴啦 一趴啦 有不懂的我可以给你们翻译哈 我妈有的时候会说一些那种 看似是普通话的四川话啊 看似是普通话的四川话啊 你要力气再把妈妈拍的高一点嘛 你要哭上 哭下哭下 哭下 你哭上来嘛 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哭下 那叫蹲下 蹲下蹲下 蹲下蹲下 我哭 我在这哭 来吧 上我们成都美食地图 这么多店啊 七月城谈豆花 哎呦 我每次回成都必吃 它那个豆花面 一百年的历史 姜油肥肠 四妹伯伯鸡 明亭饭店 哇 我们是要找出你最爱的吗 不是不是 这个只是给你们展示一下 成都美食地图的九牛一毛 好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一次来成都吃的第一道 一发入魂的香气 一发入魂的香气 哥 哥 接下来我们是要找这个一发入魂的香气吗 没错 规则是这样子的 一发入魂的香气 说明这家店香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两位叫闻出这个气味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你们要找路人朋友去描述这个闻到的气味 酱香的那种辣的那种吃的有什么样 一闻味道就会入魂 然后他们给出这家店的名字 选择一家你觉得最接近这个店的 我们就去吃 吃了以后我才会告诉你们选没选对 如果选错你们买单 对的 真是来成都了还要我们买单 对的 你忍心吗 忍心 这里面就是我准备的那个东西 哎兔头 然后因为怕你们一看到就知道什么 所以眼罩又得带一次 我可以君子游戏 闭眼 绝对闭眼 你呢你君子吗 我不是君子吗 你得带眼罩 我特别不君子 帮你瞪着 好香 不是火锅吧 我不用动是吧 来 我脸上感觉到热了 闻到没 这么恰吗 接下来杨超月亮闻一闻啊 好热 真脸有点 搅一搅 闻到没 闻到了 有牛肉酱的味道 哦 酱香味哈 应该是什么 小面吗 如果是小面的话 我妈可能生气了 小面是重庆的 我能蒸开了吗 好 OK了 有股酱肉的味道 我看看 是牛肉 我看看 反正是牛肉 反正不是鸡肉 闻出肉味了 是牛肉 是吗 是牛肉 我觉得是牛肉 我也觉得像 就有点 表现像红烧牛肉面那种 再浓一点的那种 超月都已经有点眉目了 是吗 是吗 面吗 粉 他不是说没有面吗 是粉 不能说 太多我了 阿姨您吃点瓜子 他现在都已经有点说了 这了那样 我不说 就是粉 不能说 感觉我妈马上就要 你要不在我就马上就工作了 还是就那种粉面 然后半酱子 那我们出发 今天好看不 先走 好看啊 走吧 想偷看